各位同學好 我們今天要做貢丸 那今天貢丸 這個示範 協助示範了呢 韋翔同學 那我們讓韋翔來做示範 我們先把 我們的絞肉 絞肉裡面呢 大概有15%是 比較肥的部分 那瘦肉 跟絞肉 那大概肥肉 大概有15%左右 那我們就適當的調味 放一點酒 一點酒 然後放鹽 用條根 用兩尺來 用條根 用條根加一點鹽 適量的鹽就好 不要太多 可以了 可以了 再來再加一點糖 然後呢 就用雙手 我們今天可以做兩種 一種呢可以是手工的 那另外一種 我們等一下過去看雷潰的 我們用雷潰機也可以 如果今天的量夠多的話 你可以用雷潰機 來做雷潰 好 那去洗洗手 好 那我們讓這個韋翔呢 把手洗乾淨了 他要用示範喔 用手工 用手工來打他 對 適當的搓揉 盡量的揉 揉到呢 如果你的手揉到沒力呢 那等一下就用那個擀麵棍 我們用擀麵棍喔 也可以喔 就是 撞錘喔 用撞錘的方式 把它 錘攪出來 做成貢丸 那因為我們肉 我們今天的肉呢 不多喔 不怕要去做那個 呃 我們等一下看到那個 北潰機呢 的量就沒有辦法這麼多 但沒關係 我們盡量呢 就用手工的好了 手工的有一個好處 就是比較Q彈 做出來的成品比較Q彈 那因為今天的氣溫喔 比較涼 低溫 所以你盡量呢 可行的話 下面呢 可以加一點點溫度的 那個 溫水喔 讓他不要那麼冰也可以啦 對 不要讓他太冰 因為太冰的話 就比較難 難成型了 所以 可以 可以啊 那 金破雷潰 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用擀麵棍來做雷潰 也可以喔 用擀麵棍來 等一下也可以用擀麵棍 我們去找擀麵棍來做雷潰 等一下喔 你就盡量的 朝在邊緣上 琷碰 雷潰 雷潰 這樣子 小姐 不要緊 這樣子 櫚 有沒有 就雷粿汤 等一下你看鍋子的熱脂 各位同學請大家看這邊 你看雷粿到 雷粿到你已經看不到肉塊 就是完全成肉泥狀 然後接著 我們把它做成 肉共丸的形狀 圓形 然後你每一個成形的時候 是圓形 你把它做成圓形 用大拇指 用大拇指 放在手掌心 緊壓成一個圓形 同學看一下 尾箱 示範給你們看 如果快一點的話 你就用大拇指跟虎口的地方 捏出一個圓形 放到 沸水 稍微整形一下 用成圓形 好不好 不要太大 均勻 均勻的成為一個圓球狀 趕快 大小一樣 OK 注意喔 要水廢的時候放進去 但是不要攪拌太用力 因為你攪拌用力呢 可能就會讓它破壞形狀 好好吃 再次吃 然後吃 你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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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拇指的力把它擠壓出一個圓球形 那這樣就是做出貢丸 對對對盡量把它這個邊 把邊跟棍子上面所有的那個弄出來 最後一個 這個是貢丸的成品 那貢丸呢最好做起來那個大小要一致 像這一顆就大大小小太多不一致 太多不一致就不夠完美 然後呢要累穀到比較就是肉 肉呢要不要成型了 就肉泥完全是肉泥這樣子 今天貢丸的成品就到這邊 拜拜